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使鸭 今儿呢咱们来投喂两只小龟 那这两个家伙呢可谓是山不转那水转 抬头不见低头见 打小就不对付的两只龟 从这个画面中啊 你们应该已经看到整个缸里的地理分化了 沉在水底觅食的呢就是水性极好的小虎泥 那在上面飘着着实的呢 就是咱们非常凶猛的东方 最近这个虎泥啊 我都不稀罕叫他小豆丁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从进了这个缸里 没有一天不亢奋不识弦的 每天就是上蹿下跳 在这个缸里沉浮自如啊 俨然一副谁让你当初瞧不起我 我现在叫你高攀不起的架势 啊那当然了 这副面孔肯定不是针对我了 就是针对旁边跟他共处一室的东方 曾经被东方吊打 欺负的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东方呢也心里有口说不出 心想 哼 要不是这个地理形势严峻 但凡换到潜水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难道忘了吗 那个曾经妨碍我吃饭的室友 射箱 被我咬的后脚丫子都快没了 虎泥这时候说话了 得了吧你 陈芝麻事拿出来炫耀 我看你现在只会蜻蜓点水 就会在水上面滑呀滑 有本事下来追我呀 东方说懒得跟你掰扯 龟是铁 饭是钢 现在吃饱饭对我来说最重要 咱妈看到了一定会觉得 个头大长得胖的才最凶嘛 到时候觉得你不可爱了 你连个卖萌的机会都没有了 虎泥说 小瞧我 你没发现我最近长势喜人 咱妈经常笑呵呵的看着我 说我长胖了吗 我可是天然猛 不信你看 看啥呀 没感觉出来 不就是两个痘痘眼吗 谁说的 你再凑近看看 看看 看看 东方一个标准的闪现逃走了 留下自我陶醉的小虎泥 在原地打转 好了 故事变不下去了 那我们来说一下现实情况吧 就我观察来看 虽然东方这个品种 跟头盔一样 真的水性不太行 但这个高度 它还是能完全沉水的 只不过都是在 我不在刚周围的时候 会沉在水里睡觉休息 经常是看到我走过来 老远立刻慌忙的 逃窜浮到水面上 也许是性格使然吧 一惊一乍的 格外小心谨慎 虎泥呢 则是越是深水 越有状态 水底来到菌体 全都不在话下那种 曾经还被我逮到 它捕获了一条挺大的草莖 一只不撒嘴 力气老大了这家伙 但因为鱼太大吧 我怕它卡住喉咙 或者都吃了会撑坏 后来从它嘴里硬是抢了出来 给隔壁的哈总吃了 小虎泥可能心里很纷纷不平 倒嘴的鸭子飞了 总之现在变得是机智又可爱 虎泥这个品种确实养久了更有意思 现在回想它小苗子的时候 简直是个假龟吧 我觉得可以给它改个新名字了 改叫小马达还差不多 目前它俩这个搭配还不错 原来的凶巴巴现在变老实了 原来的胆小鬼呢 变成小机灵鬼 好了 这一视频就这样了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 我是天使呀 咱们下期见 拜拜